哈囉 歡迎來到區塊鏈日報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 美國前總統川普 All in比特幣跟加密貨幣 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 幫忙幫忙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開始吧 那在進入今天的節目主題之前 先想帶大家看一下這個PCC的活動 如果週末有在看我們直播的觀眾朋友 應該都知道這個 我們即將推出兩款新式的T-shirt 那第一版是這個龍年限定版的 那第二版是比特幣的Breakfree版本 那在推出這個新款之前 目前預估上架時間 應該是會落在這個6月初左右 那因為新版T-shirt推出的原因 這個我想做一個活動 讓大家一起參與一下 從現在開始到這個6月2號的晚上 就是半夜凌晨12點鐘之前 你只要穿著我們的衣服拍照 或者是拍一些這個 關於我們衣服有意境的照片 然後tag我們的這個Instagram 那Instagram的地址 我會放在影片下方 然後在6月2號之前 我會選擇三張我自己最喜歡的照片 然後在6月2號到6月9號這一週的時間 我會放在我們YouTube社群 讓大家投票 選出一個大家認為最能代表品牌形象的一張照片 然後最終這個獲勝的參選人 將會得到這個Lifetime PCC VVIP 就是一輩子的這個關於我們衣服品牌的這個超級VIP 那這個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說在未來任何PCC的產品 不管是以後要出了帽T或者是褲子 或者是任何新款的T-shirt 以後在上市之前 都會直接免費寄給你一份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酷的一個活動 就是獲勝者將會成為我們PCC品牌的 你也可以說是代言人或者是VVIP之類的吧 所以大家就是永遠參與 那目前已經購買我們衣服的觀眾朋友 應該也是上千人了 所以這個拿著我們的衣服 然後拍張照 然後在IG上面Tag我們 就有機會這個參加到這次的活動 OK 那我們進入今天的節目主題吧 今天節目主題為什麼會說這個美國前總統川普 All in 比特幣 All in 加密貨幣呢 就說他在昨天發了一個推文 你說推文你也可以說是這個Truth Social 就是Donald Trump自己推行一個像推特這樣的一個平台 上面的一個這個發言吧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他說的什麼東西 他表示說 I'm very positive and open-minded to cryptocurrency companies 就說我對於加密貨幣的公司 是持有一個非常非常正面 跟一個開放的態度 And all things related to this new and burgeoning industry 就不只是加密貨幣公司 就是所有跟加密貨幣相關的這些產業 他都是非常非常開放跟支持的 Our country must be the leader in the field 就是我們國家應該是要在加密貨幣這個板塊 成為這個領導者 There is no second place 就是我們絕對在這個上面不可以成為第二名 Crooked Joe Biden on the other hand The worst president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就是說另一邊是這個Joe Biden 就是拜登總統 他是美國歷史以來最糟糕的一個總統 Wanted to die a slow and painful death That will never happen with me 就是拜登他希望比特幣跟加密貨幣的市場 在美國慢慢的死去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慢速的死去 然後這件事情如果是我當總統的話 是我永遠不會讓它發生 那我們先來思考一下 這個川普在2021年的時候 曾經表示說他不喜歡比特幣 那他曾經甚至說過說他想要把比特幣ban掉 因為當時他只看到美元的價值 他認為美元就應該是永遠的世界貨幣 那是什麼造成川普在最近三年的時間 擁有一個180度的大轉變 那我相信很大原因應該是第一點 他看到了整體的加密貨幣和比特幣的生態 都是成長得非常非常快 然後在美國支持加密貨幣的人 已經高達了5000萬人 那5000萬人基本上已經佔了 美國總人口的將近六分之一了 所以在美國是有很大的一批人 都有持有加密貨幣 第二個部分就是他可能自己也推行了一些NFT的產品 然後他的NFT也是賣得非常非常好 他在上面應該也是得到不錯獲益 然後他可能也看到了這個NFT市場 加密貨幣市場在未來當中存在的價值 因此他就發生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 那以上都是我們表面看到的東西 就是目前看起來 這個Donald Trump就是美國總統的川普 對於比特幣和加密貨幣整個板塊 都是越來越友好 那他這樣做的目的 無疑就是要吸引這些加密貨幣支持者 跟持有者的選票 但是我要在這邊提醒大家就是 畢竟比特幣跟以太幣的現貨ETF 都是在拜登執政的時候通過的 所以你說拜登他是100%反對加密貨幣嗎 我也不覺得 那是什麼造成這樣的原因 這個很簡單 就是真正控制美國跟這個擁有權力的人 根本不是美國總統 所以不管是拜登當總統或川普當總統 最終加密貨幣的走向 根本不是由總統去決定的 而是由美國背後的資本爸媽們 你也可以說是銀行家 所以在背後真正有權力的人 永遠都是JP Morgan 貝萊德 Fidelity 美國銀行 City Bank這些人 才是真正持有權力的人 所以說不管誰當總統 我個人認為 如果背後美國的這些資本爸媽們 要加密貨幣市場好 要比特幣好的話 不管是誰當總統 最後美國都會成為加密貨幣的領導者 但是相反的 如果背後的資本爸媽們 美國的銀行家 反對不喜歡加密貨幣的話 那任誰當總統 基本上也都沒有任何的區別 但最近的幾天 其實可以非常明顯看到一個狀態 就是這個全世界最大資產管理公司 這個貝萊德 對比特幣還有加密貨幣 是越來越友好 越來越friendly 那其他包含Fidelity 還有美國一些大銀行 包含JP Morgan 雖然說他們CEO是反對加密貨幣的 但他們銀行在做的事情 還是瘋狂在佈局這個板塊 所以在這邊就可以很明顯看到 美國的資本爸媽們 是傾向於比特幣 是傾向於加密貨幣的 那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川普迎來了一個180度 對於加密貨幣觀感的一個大轉彎 這個也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但是不管總統到底有沒有實權這件事 這個川普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影響力的人 那他在這個社交媒體上也是非常非常活躍 那他當總統的那四年 也是每一天都有這個新的話題可以吵 所以我相信如果川普支持加密貨幣 然後最終他當選的話 對於整個加密貨幣的板塊跟熱度來講 只會好不會壞 OK 那我們開始看學問吧 第一個訊號要給大家聊的是 以太坊的現貨ETF 在週末的時候是正式的通過了 通過的時候 我在直播當中有跟大家聊 那目前通過只有這個19B-4的這個form 那實際上這個S1到S3的form 是還沒有這個通過 那變相來說 這個以太幣現貨ETF上市 是這個遲早的事情 就是確定是會上市的事情 只是哪一天上市還沒有確定 那這些事情要等到這些券商 提交出他們的S1 form 這個詳細解釋說 他們要如何營運這支ETF的總多細節之後 才會迎來真正上市交易的日子 那關於在週末這個以太幣現貨ETF通過的事情 其實很多人都Cut off guard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大部分人都沒有看到這個 竟然會在2024年的5月 以太幣現貨ETF就通過了 那因此這件事情對於很多人來講 是非常非常吃驚的 那在價錢走勢 其實也可以看到 就在通過前的3天才開始爆拉 那這個爆拉其實也只有1天的26% 之後其實就在橫盤整理 甚至是有一點回撤吧 以太坊現貨ETF通過之後 就產生了3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was the decision politically motivated 就是說這個讓以太幣現貨ETF這麼快通過 或者是說這個比大家意料中 還要快通過的這個原因 會不會是因為政治因素呢 因為這個拜登希望他通過 拜登給了SEC壓力 希望他通過 因為拜登現在的選情也是非常非常緊張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What does it mean for Ethereum 就是說這個以太幣現貨ETF通過之後 對以太幣會造成什麼影響嗎 那這個短期我認為是沒有什麼太大影響的 但是這件事情對於以太幣長期的發展來說 一定是一個好消息 因為為以太幣提供了更多的流通性 你也可以說會有更多的資金流到以太坊上面吧 但是至於這個ETF到底是不是好事呢 這個就見仁見智 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SEC正式同意 以太幣現貨ETF上市之前 這個其實所有的券商都有做出一些調整 就包含這個POS這個職押酬勞的這個部分 大家都把它拿掉了 那邊上來說這個以太坊的現貨ETF 這個你購買它的時候是得不到任何的酬勞的 那至於這間券商拿了這些以太幣 它們也不可能做職押的動作去得到額外的酬勞 原因就是因為如果它放在POS上面職押的話 然後得到這些額外的這個職押酬勞的話 那以太幣就比較像是這個security 像是證券 就不會像是commodity 所以你說這個以太幣的現貨ETF 比這個大家預期當中的要提早通過這麼早 對以太幣來講到底是不是好事呢 我相信這件事情就交有時間去證明就好了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chains like Solana 就是說對於像Selana或者是Avalanche或者是Cardano 這樣子L1主鏈會有什麼影響嗎 我個人認為這個影響是挺大的 那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以太幣現在已經是一個POS的鏈了 那如果以太幣的現貨ETF通過的話 代表說SEC認為它們是commodity 所以你可以把它解釋成 這個所有的L1主鏈包含Selana 包含Cardano包含Avalanche 甚至是Polygon 都可以算是commodity不屬於security 那這件事情就會直接影響到 這個SEC告Coinbase的這個事情 因為之前這個SEC告Coinbase說 它這個違反交易這個unregistered security 就是沒有經過註冊證券的時候 當天所有的山寨幣都是暴跌30%以上 那目前看起來如果以太幣POS 可以通過成為ETF的話 那變相來說所有這些L1主鏈 包含Cardano 包含Selana 包含Ripple 包含Matic 包含Avalanche 這些都可以算是這個commodity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也可以說Coinbase 贏這個SEC訴訟案的機率 就大大提升了 所以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成為 這個瘋狂山寨幣季節 瘋狂山寨幣牛市的一個起火點 這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那對於這件事情 我相信會在接下來幾個月走勢裡面 這個反應出來讓我們知道 在進入下個新聞之前 想先帶大家看一下以太幣的走勢 以太幣目前已經稍微有點回暖了 目前是處在3864塊左右 那下一個需要注意的東西 就是這一輪牛市最高點的地方 就是這一輪牛市 以太幣最多是漲到4100左右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注意的東西 是以太幣有沒有可能 在接下來的幾天或者是幾週 漲穿4100多這個點位 那目前我們把它放成這個紅色好了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阻礙位 那如果以太幣可以突破4000 然後再創這一輪牛市的新高的話 那我相信下一個要去到的地方 就會是這個以太幣歷史新高 4900左右這邊 所以這也是非常非常讓人期待一件事情 但是在還沒有突破這一輪牛市 新高4100左右的位置之前 我自己是不會做出額外的操作 我只會持續的觀察以太幣的走勢 那以太幣對比特幣的估值 也是在短期的一週裡面 就從底部的0.045直接拉到0.056 那在短短的一週左右的時間 就已經暴拉了將近25% 所以是非常非常火爆的 那你說以太幣對比特幣的估值 有沒有可能在這邊觸底呢 我目前看起來呢 這個跡象應該是蠻明顯的 就是非常有可能 以太幣對比特幣這一輪的估值呢 就會在這個0.045的地方觸底 那至於這一波以太幣對比特幣的估值 有沒有辦法維繫呢 也是大家接下來幾週 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 下一個訊息要跟大家聊的是 比特幣的超級大牛人 Michael Saylor 他是怎麼看待 以太幣現貨ETF被同意的事情呢 他表示說 It may be better for Bitcoin 就是說以太幣現貨ETF被通過這件事情 對比特幣來講呢 可能是更好的一個新聞 那你可能覺得很奇怪 這個以太幣現貨ETF被通過了 這個跟比特幣有什麼關係嗎 那他的解釋呢是說 他認為 It adds a line of defense 就是說呢 對於加密貨幣市場裡面 現在不只是只擁有 這個比特幣現貨ETF 那這個以太幣現貨ETF 可能增加一道防線 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加密貨幣的板塊 將會成為一個更加正規的板塊 因為不只是只有比特幣的ETF 現在還多了以太幣的ETF 然後Michael Saylor認為 這個比特幣呢 依然會是這個 所有加密貨幣裡面 最強健的一個貨幣喔 他表示說啊 這個不管未來發展怎麼樣 他都可以看到比特幣的市值呢 會佔這個 總共加密貨幣的60%到70% 他在這邊指的60%到70%呢 跟我平常給大家看這個 比特幣 Dominance 其實有點不太一樣喔 因為我平常給大家看的 比特幣 Dominance 其中是包含穩定幣的 如果你要把穩定幣拿掉的話 比特幣的市占率呢 已經超過60%了 所以在這邊 因為他指的60%到70%呢 其實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喔 那對於這個觀點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你認為以太幣的現貨ETF 會把這個比特幣現貨ETF的光芒 給吸收掉嗎 然後導致比特幣的價錢 在中短期 相對來說比較疲軟嗎 還是你跟Michael Saylor一樣 認為這個以太幣的現貨ETF 的通過呢 對於比特幣來說 也會是一個好消息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區 跟我分享你的想法 下一個訊號要跟大家聊的是 就是這個狗狗幣的創辦人 你剛才說的是狗狗幣的原型吧 就是這隻狗狗呢 在這個週末的時候啊 是過世了喔 那Kabosu這隻財犬呢 最後過世的時候呢 是17歲啊 所以是一個非常非常健康 跟開心的狗 這個17歲的年齡 對狗狗來講呢 也是活了非常非常久喔 然後這隻財犬的主人呢 將會在5月26號 就是今天的時候呢 在日本這個Narita City呢 舉辦一個這個Farewell Party 就是一個送別會吧 那關於這隻狗狗呢 這個也是一隻傳奇啊 因為不管是狗狗幣啊 或者是這個Shiba Inu啊 財犬幣啊 或者是這個Floki啊 其實都是以這隻狗狗 作為一個圓形啊 那我相信這個全世界上呢 也有很多人 因為這三種名幣 這個賺到牛賺人生財富的人啊 那雖然說Kabosu這隻狗狗呢 是在這個前幾天的時候離世了 但我相信所有狗狗幣的名幣呢 將會持續的陪著大家啊 下一期要跟大家聊的是Aptos 那關於Aptos呢 我比較少跟大家聊 應該是只聊了 大概兩次還是三次吧 那我常常跟大家說呢 我認為這一輪加密貨幣的牛市呢 對於一些還沒有經歷過牛市的 新項目來講呢 這個表現會非常非常好 那其中這個最受矚目的兩隻項目呢 一個就是Aptos 一個就是Sui 今天這則學者就表示說 Aptos上面的這個使用者啊 還有使用者的交易量呢 都來到了歷史新高 那我們回到這個Aptos的圖 看一下Aptos的價錢走勢喔 Aptos在2022年的年底 推出來之後呢 就直接散崩喔 因為他當時呢 也是跟FTS有很大的聯繫關係啊 當時從100多塊 然後直接散崩到了這個2塊9毛幾喔 那後來呢 就一直在橫盤震盪 目前Aptos一顆的價錢呢 是落在大概9塊左右 那離這輪熊市的低點4塊多左右的位置呢 其實只是少少漲了102個%啊 但是我個人相信 Aptos在這輪牛市的表現呢 應該也是會非常非常好的 那至於你問我說 我有沒有買Aptos跟Sui呢 我自己是沒有啊 但是我一直有在觀察這兩個項目 那我個人認為 我有可能會在山寨幣大牛市開啟之前呢 這個可能會稍微佈局一些Aptos跟Sui 因為我相信這兩個新的項目呢 在這一輪的牛市表現呢 應該是會非常非常不錯的 但這個純粹就是一個speculation play 就是100%曖昧揣測一個投資喔 就是因為我對於加密貨幣市場了解呢 就是往往在這個過去的牛市當中呢 還沒有經歷過牛市的新項目呢 在第一個牛市的表現呢 都是會非常非常好的 那我不知道我觀眾朋友當中 有沒有人是有投資Aptos或者Sui的 如果有的話呢 麻煩在下面留言區告訴我 然後並且告訴我說 為什麼你會投資在這些項目上啊 今天最後一個要跟他討論的東西 是我前幾天在推特上的時候呢 看到一個訪談啊 那這個訪談呢 是由Andre Jake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名的這個YouTuber吧 這個財經的YouTuber 那他本身也是很喜歡比特幣的 他對於這個David Ramsey的一個訪談喔 那David Ramsey呢 是一個非常非常有錢的這個Multimillionaires啊 這整個訪談當中呢 David Ramsey基本上都在說一件事情喔 就是他只相信房地產喔 他不相信比特幣 不相信這個科技股 不相信任何這個高風險的投資標的喔 那對於這點呢 這個App上面的一個人叫Raja Sonny呢 他在App上就發了一篇推文喔 那我個人認為呢 他講的是非常非常好 那我也是100%同意的喔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講什麼東西吧 就是像David Ramsey這樣的人呢 他只有上千個房地產喔 就是他擁有的房地產呢 超過上千棟以上喔 那其實全世界這個擁有上千棟房子的人呢 不占少數喔 其實有很多很多的有錢人呢 他們都持有非常非常多的房地產喔 那我希望大家思考一下這個房地產背後的邏輯啊 就在過去的30年 就是我長大這整個過程當中呢 房地產的這個價錢是越來越貴喔 房子的價錢是越來越貴喔 那你認為這個背後的主因是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90%甚至更多人呢 都認為房地產是一個最穩健的投資標的喔 大部分人都會認為說 買房子是100%安全的 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呢 就造就很多像這個 Dave Ramsey這樣的一個 這個Multimillionaire 就是千萬富豪啊 但是你有沒有思考過一個問題呢 就是因為這些千萬富豪 擁有了成千上萬的房地產 才導致現在的房價呢 是這麼的不affordable 就對於大部分人來講呢 這個現在的房價呢 基本上是完全無法承擔的喔 那當大部分人都買不起房子的時候 他們只能租房子的時候呢 變相來來說呢 這個所有這些普通人呢 都會成為這些Multimillionaire 或Multibillionaire的Cash Flow 就是說呢你做的事情呢 只是提供現金流給這些超級有錢的人喔 那對於這些有錢人而言呢 這個比特幣這樣的資產呢 對他們來講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威脅啊 因為一旦有越來越多人看到 比特幣的價值的同時呢 那變相來說呢 這個房地產的價值就會減低喔 所以今天比特幣為什麼我會跟大家說 這個是救贖大家非常非常重要 跟關鍵的一個資產呢 就是說如果我們這一代的人 我們Millennial就是現在是30幾歲到40幾歲的這些人呢 如果大家對於比特幣都有一個共識 知道比特幣才是真正有價值的東西 那當我們把越來越多的流通資金 都放在比特幣上面的時候呢 比特幣就會越來越有價值 那相對的房地產如果表現沒有比特幣好的話呢 房地產就會損失它的價值喔 然後到最後呢這個房地產最終一定會回到一個 Equilibrium Point 就是一個平衡點 讓這個大部分普羅大眾呢都可以承擔一棟房子喔 所以如果有越來越多人都看到比特幣的價值 都選擇投資比特幣而不是房地產的話呢 那像Dave Ramsey這樣的一個Multibillionaire 擁有上千棟上萬棟房子的這些超級有錢人呢 他們的Portfolio就會受到傷害喔 那觀念其實非常非常簡單啊 就是一棟房子呢在這個10年前可能是這個幾萬顆比特幣 在8年前可能是幾千個比特幣 在這個5年前可能是幾百個比特幣 那在現在可能就是十幾顆比特幣 那在未來裡面可能就是0.0幾顆比特幣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都看到房地產目前的問題 就是房價非常非常的高 然後90%是根本無法承擔購買一棟房子的 那比特幣呢很有可能就會成為解決這個問題的重要關鍵喔 那今天的新聞就跟大家聊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這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啦掰掰 拜拜 i remember my friend it's not just about games mindset is crucial to conquer all pain stay strong and focused through markets darkest night believe in your dreams and let your success take flight